如果让你用一个词来高度评价一个人 你会用哪个词? 过去我们夸一个人用的最多的词 无非是能力强、聪明、勤奋、自虑、努力 但渐渐地夸一个人靠谱成了最高级的评价 古神巴菲特说 靠谱是比聪明更重要的品质 与不靠谱的人交往是对时间生命的极大浪费 八个细节告诉你身边的人谁最靠谱 第一个细节收到会回复 生活中经常会遇到这样一种人 你通知工作 他迟迟不回复 导致你不知道任务是否传达成功 你找对方咨询一个事情 他仿佛没看见你的信息 但下次他有求于你 就假装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 一般又来找你帮忙 他们最容易被列入不靠谱的行列 收到请回复看似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但是也从细节之处体现一个人是否靠谱 一个会认真回复他人信息的人 一定是一个有责任心、有礼貌、很靠谱的人 第二个细节不占小便宜 作家蔡崇曾说过一句话 早先拿去的回头还要加倍偿付 佛教里叫因果循环统计学 叫君之回归 古师叫银窥同源 江湖数语叫迟早要还的 爱占小便宜的人 他们喜欢顺手牵羊 自说毕叫吃不得眼前亏 一时间看来 确实获得了一些小利益和实惠 但最后可能因而失去了 做人的诚信与尊严 时间长了 就没有人再愿意跟他交往了 真正靠谱的人 永远不会为了一些迎头小利挤挤阴 更不会处处开油算计 他们喜欢慷慨地帮助别人不问回报 他们深刻懂得自己想要的东西 自己努力获得财算术第三个细节首识 首识代表了对约定的重视 对时间的真实 靠谱之人首先会首识 他们会把自己的生活和工作 按照时间表安排的井井有条 不会白白浪费自己和他人的时间 一个总知道的人 会把他人对自己的信任一点点消磨好计 因为他不仅消耗了别人的时间成本 耽误了事情的进程 还让别人意识到他的随心所欲 不讲原则缺乏其余意识 随之把他列入不靠谱之列 第四个细节说到做到 当问及一个人是否靠谱的细节时 大家提到最多的一定是说到做到 答应孩子的事情 就一定要做到否则不仅损耗他对你的信任 对他的责任心的培养也极其不利 给他人的承诺也一定要兑现 当你答应了别人的请求时 就意味着你身上多了一份责任 一份来自于对方的阴阴气派 答应自己的事情也一定要做到 很多计划已久的事情 总是被自己找各种借口拖延下去 这其实是一种对自己不负责任的行为 到最后可能会陷入一个越来越迷茫的怪圈 诺不清取故我不负人 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人 做承诺之前一定要考虑清楚是否能给出承诺 若不能坦诚地解释原因然后优雅地拒绝 如果答应了无论过程有多困难 即便是会损害到自己的利益也一定要兑现 第五个细节不吹嘘 彭子说君子欲那于言而敏于行 意思就是靠谱的人说话谨慎行动敏捷 再换句话说就是嘴上不吹嘘 他是做好自己的事情靠谱的人低调诚恳 他们靠自己的才能和努力 兢兢业业脚踏实地来获取事业上的成功 收获威信和他人的信任 从来不会吹嘘自己有多厉害 而喜好吹嘘的人 刚开始接触时可能容易让人觉得他无所不能 对他有所好感但几番接触下来 尤其是遇到实实在在的问题时 他的行为或者做事的效果 与他之前夸下的海口严重偏离 他他实实做人实实在在做事 有多大的能力说多大的事 这样的人才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第六个情绪稳定 情绪稳定不仅是一种高级的情商 更是一种靠谱的能力 在心理学家看来人在愤怒的时候 容易出现意识狭窄现象 会死盯着负面信息不放无限放大 一个情绪不稳定的人在心情不好的时候 会习惯性大了这一张脸甚至迁怒身边的人 搞得身边的人不敢正常交流 还有些人情绪不稳定的时候 满脑子想着不开心的事情 工作很难集中精力 不仅耽误自己也影响整个团队的进程 每个人都会有心情不好的时候 但靠谱的人不会放任自己 沉溺在或被或怒的情绪里 而是会自己想办法消化负能量 以一种积极饱满向上的态度 对待工作面对身边的人第七个细节有底线 孟子忠提到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 靠谱的人心里都有一条红线 知道哪些事该做 哪些事坚决不做 他们审时夺势克制贪欲有所取舍 懂得权衡不会逞一时之快 或只顾眼前小力 无底线之人 他们常常看见小力就红了眼 不择手段来获得想要的一切 殊不知过犹不及 最终他们不仅伤及无辜师的人心 而且也赔上了自己的前程 第八个细节有一定的执行力 以上提到的可以说是靠谱之人的软实力 而有较强的执行力能够处理一定复杂的事物 则是靠谱之人的硬核所在 靠谱的人有能力又担当不脱别人的后腿 与之相交省心又省力 靠谱的人不仅能完美地处理好别人交办的事情 还能根据需求主动去找事情做 别人在你身上看到了确定性 也看到了惊喜 也因此产生了新人 做一个靠谱的成年人 当困难来临的时候 希望你有足够的底气和能力 对周围的人说 别担心有我 好